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台湾32名团员与协会群联餐室交流 他们虽然走了20年 有一定的成熟度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一些 也不是做到那么的完整的 但有一些真的做得很不错 我相信大家这几天看下来 应该心里面 因为大家都老闆人 大家心里面应该多多减减减 都有抓到一些可以期待的商机 考察团一行8月19号来到日本进行五天行程 参访不动产研究所 宅都集团等单位 就法规公会制度 租金 产业发展等层面进行考察 其中日本不动产经济通明 整个规模庞大 跟台湾可比 但也因此 包括每月人员 人员 仲教的定型号 区别等 都是可学习的对象 对于台湾来讲 因为台湾它本身经济体比较小 所以或许某些部分来讲 确实会有一些需要调整 台湾学习日本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台湾的这个不管从各个人口结构 还是说它的整个文化方面 跟日本都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因為台灣現在目前燒子化很嚴重 人口數畢竟也比較少 還有就是說它的仲介業的發展趨勢跟日本 在某些角度上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需要再回去做調整 日本台灣不動產協會事務局長 林佳慶也說明了協會目前的業務 期待跟台灣業績有更多合作機會 因為他們可能用台灣習慣來這邊 就是日本的習慣跟台灣的習慣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是可以深刻的體會到 就是說台灣的房屋的習慣 我們也理解 我們也了解 日本這邊我們也是了解 我們怎麼去幫大家去做一個橋樑 我想這也是我們可以提供給大家的一個資源 跟就是一些情報的交流 如何讓不動產業界了解高租貸款獲利模式 也待借助日本業界數十年的經驗 帶給業者新的商業模式和商機 讓社會市場三方 環東房科業者在法律下獲得保障以及獲益 台灣新聞東京報導 1,2,3 1,2,3 OK